六歲男童遭到男子粗魯的對待 整個人跌坐在地上哭泣 但男子沒打算收手 繼續把男童往地上壓 男童的雙胞胎格格健壯 想要上前救弟弟 卻被男子趕回了教室 小小身軀就這樣趴在地上 無力反抗 看在家長眼裡好心痛 過來 過來 教老師啊在搶 家長口中的園長 就是動手施暴的無姓男子 過去在彰化幼兒園擔任園長 退休後來到台中無期 這一間基金會 擔任暑期訓練營的臨時志工 沒有想到卻對幼童施暴 教育局介入調查 暑訓營一共有四個班79人 學費一個月每人6000元 但是查了基金會的章程 只能辦非營利的活動 未經核准就私下招生收費 已經違法 當場命期立即停辦 並且開罰11萬元 如仍有未改善 最重予以廢止該基金會設立許可 基金會違法招生收費開辦 屬訓營已經查達好幾年了 直到這一次呢 志工不當對待幼童事件才爆發 懷疑可能不止一人受害 不是只有一位孩子 有遭受到這樣的行為 其他的孩子有表達有被拉扯 然後有被拍頭 打著文教基金會的名義 隱匿招生開班收費之時 還不當對待孩童 基金會的形象恐怕已經重創 也得持續追查 是否還有更多無辜孩子受害 今次我們蔡多楊靜 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